第一章我喜欢孟艳辰 喜欢到难以自拔的那种 从两岁被孟家领养开始 就满心满眼都是她 十八岁跟她告白 我被她亲手送走五年 二十三岁跟她告白 我亲手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她一次又一次打破我的幻想 云书童 你真是不知廉耻 后来我决绝地离开她 她却死死拉着我的手 是红卓眼 在我面前低下骄傲的头颅 书童 我知错了 你能不能不要放弃我 一一听到脚步声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孟艳辰回来了 从两岁被领养到孟家开始 我和孟艳辰朝夕相处 对她的一切都了然于心 我紧张地缩在被子里 感觉到她走过来 听到了她脱下了外衣的声音 被子掀开 炙热的温度一下子贴近了 她的身上永远是好闻的沐浴露的味道 高贵矜持 就跟她这个人一样 我经不住伸出纤细的手臂 搂住她的腰 轻声呢喃出她的名字 燕尘 我感觉到她身子猛的一站 然后一下子站起身来 灯跟着被打开 光亮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下意识地眯起眼 对上了孟艳辰不可置信的俊脸 云淑童 你是疯了吗 她盯着我 呼吸有些急促 刚才解开扣子的白色衬衫 露出了锁骨 上面还留着一个疤 那是我18岁 跟她表白那天咬的 那天她给我买了一颗星星 以我的名字命名 我说要学倚天屠龙记的照明那样 给她留下一个痕迹 即便将我送出国 也永远不会忘记我 我坐起身来 被子顺着我的动作滑落下来 露出了我身上的女服装 这是我特意选的 很性感 而且容易勾起男人的欲望 我看着她紧缩的瞳孔 嗓音轻软 却带着十足勾人的语调 梦艳辰 我回来了 我长大了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五年的时间 我已经从一个小丫头骗子 成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前突后窍 是男人都喜欢的类型 我特意挺了挺胸 给她看我的傲人成果 我希望今天回国 给我们的都是一个完美的夜晚 可她却沉了脸色 视线没有再在我身上停留 移开了目光道 云淑彤 我以为这五年 你已经长大了 怎么还是如此胡来 快把这身衣服换了 我没有胡来 我急忙到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 她像是动了怒 脸色冷的像是结了冰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兄妹 二又没有血缘关系 算哪门子兄妹 我反驳她 我们就连姓氏都不一样 我是养父战友的女儿 我父亲死了之后 养父就把我带回了家当女儿养 但并没有改我的姓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 我和孟艳辰没有血缘关系 孟艳辰脸上似乎闪过一瞬无力的神色 但很快又恢复了在商界那股六亲不认的样子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你也是我孟家收养的孩子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妹妹 我看着她冷峻的脸 感觉像是有一盆冷水 从头浇到脚 所以你不喜欢我 我看着她 我有点迫切地想从她嘴里听到我想听的话 伸出手捧着她的脸 想让她转过来头看我 可你明明对我很好 从吃穿用度你 对我都无微不至 每次我闯祸 你都帮我擦屁股 我想要天上的星星 你都给我摘下来 你爸妈都关心我 你怎么会不喜欢我 我对你好 是因为父亲说过 要我好好对你 孟彦辰直接打掉了我的手 背过身去 我不知道我对你的好 会让你造成误解 什么误解 我不敢相信 你说过会永远宠爱我 怎么会不喜欢我 那只是对妹妹的宠爱 孟彦辰一句话 打破我所有的幻想 她冷冷地说 你以后不许穿成这样了 今天我去别的屋子摔 她说完 转身就离开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 关上了门 心脏好像被一记重锤 一下子砸到了骨头 就算18岁表白的时候 她没有答应我 还把我强行送出国留学 我也是觉得她那时 嫌我年纪太小 所以我很努力地让自己长大 变得成熟 就是为了和她匹配 站在她身边 在国外这五年 我每天都在期盼回来 靠着对孟彦辰的思念 和未来的憧憬撑下去 我没想到 她其实根本不喜欢我 我一时茫然无措 我睁着眼到天亮 一直到楼下传来声音 我才反应已经是早上了 孟彦辰这个点会出门去上班 我赶紧下床 看见镜子里 自己身上的女扑装 顿时觉得一阵羞耻 立刻随便拿了件T恤换上 匆匆忙忙下了楼 孟彦辰正戴着惯用的金丝边眼镜 坐在楼下慢条丝里地吃着早饭 听到我下来 抬起头看向我 她的目光 在我的衣服上停留了一瞬 眉头皱了起来 我下意识低头看向身上的T恤 在孟彦辰的房间里 只有她的衣服 宽大的正好遮住我的屁股 随着我走路一晃一晃的 半隐秘地露出了里面唯一的那一 三 去穿你自己的衣服 孟彦辰嗓音冷练 我走到餐桌前 在她对面坐下来 耍无赖道 这可是你家 哪里有我的衣服啊 而且我觉得 你的衣服我穿正合适 我说着 还扯了扯一领 露出了我引以为傲的天鹅景 我看见她眸子一伸 脸色却愈发沉下来 真是越来越胡闹了 我昨晚说的话 你是不是根本没听进去 我听进去了 可我还是喜欢你 我执拗地看着她说 她拿着刀叉的手盾了一下 而后又垂眸继续切面前的牛排 你还小 根本不懂什么是喜欢 我已经二十三了 我咬唇 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孟彦辰 我就是喜欢你 我要嫁给你 你该喊我哥 孟彦辰嗓音很冷 他看向我 隔壁房间 有你以前留在这里的衣服 等会吃完饭 就上去把衣服换了 司机会带你去饭店 去饭店干什么 话题转得太快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给你安排了一场相情 是汇丰集团程总的儿子 孟彦辰道 你既然说你已经不小了 那也该谈一场正常的恋爱 什么叫做正常的恋爱 我脸色一白 你是说 我喜欢你不正常吗 他没有说话 但已经是默认的意思了 我手指摸得钻紧 我不要去相见 孟彦辰 我喜欢的人只有你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哐 叉子被他重重 放在了餐桌上 他抬眸看向我 眼底一片寒意 不知廉耻 他说完站起身来 相亲我已经安排好了 由不得你说去不去 他说完拿起外套 没有再理会我 就朝着大门走去 碰 我拿起盘子 用力磕在了桌角 盘子瞬间碎裂开来 碎片飞溅 割破了我的手臂和腿 我却感觉不到多头 我紧握着手中的碎片 盯着转头过来的梦念尘 梦念尘 如果你非要比我嫁给 我不喜欢的人 那我宁愿死在这里 四锋利冰冷的瓷片 贴上我的手腕 我毫不犹豫地 划开了一道血痕 梦念尘大步上前 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 另一只手 狠狠将瓷片 从我手中夺走 云书童 我看你真是疯了 他盯着我 眼底似乎有些红 我不退让地和他对视 他咬紧了牙关 一贯冷静自吃的他 还是头一回这种表情 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腕 硬是将我拽到楼上 我任凭他 拉着到了房间 他按着我坐下 转头去找药箱 又发了条 不知道给谁的短信 我看着他难得及躁的样子 竟然觉得伤得很直 十几年的朝夕相处 他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他很快就找到了药箱 给我处理伤口 伤口不深 但要碰到的时候 还是很疼 但我感觉 没有刚才他叫我去相亲时 心里那么疼 我看着他 低头给我处理伤口的样子 心里荡漾开一抹甜蜜的情绪 他还是在意我的 我正想着 就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紧接着 一个知性漂亮的女人走进来 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和两个护士 孟总 心里医生来了 女人说道 我见过这个女人 她叫宋英 是孟艳成的秘书 我出国前 她刚刚进入孟艳成的公司 她找心里医生来干什么 我看向孟艳成 见她松开了手 站起身 看向那个心理医生 她刚才有自杀的倾向 她顿了顿 又倒 而且 她对感情认知有一些问题 还需要医生开解一下 我反应过来 这心理医生 是给我找的 孟艳成觉得我心里有问题 刚才那一刻的甜蜜 在此刻全部化为了冰冷 我一下站起身 孟艳成 我没病 云小姐 你别着急 宋英在一旁劝导 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 但有心理医生在 她会帮你疏导的好吗 我都说了我没病 不需要心理医生 我心头涌起一阵阵怒火 尤其是看见宋英 站在孟艳成身边 寒情默默地 看向孟艳成的时候 我急切地想和孟艳成解释 我只是不想相亲而已 可心理医生和护士 却一把按住了我 转头就让孟艳成和宋英先出去 心理治疗需要安静的环境 还麻烦两位在外面等 孟艳成微微点头 看了我一眼 转身就要和宋英一起离开 我不要看医生 我拼命挣扎着喊道 孟艳成 你等等 你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很命推扫着他们 想去追孟艳成 没想到刚起身 就感觉手臂末的一痛 我低下头 看见一根针管 刺进了我的手臂 冰凉的液体 瞬间流进了我的血管 原本紧绷的身体 好似一瞬间松散下来 手脚轻飘飘的 像是在云端上 我一下子倒下来 眼前一片模糊 我张着嘴 艰难地想喊孟艳成 可我发不出声音 只能看见孟艳成模糊的背影 他没有回头 等我醒来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房间里除了我空无一人 孟艳成并没有留下来 心脏一阵阵抽痛 我撑着床 支起酸软无力的四肢 慢慢爬起来 走出了房间 孟艳成 我喊道 我还是想跟他解释清楚 声音有些无力 也没有人回我 但我看见 隔壁的灯是亮着的 我走过去 门室虚掩着没有关 我伸手推开了门 床上坐着一男一女 孟艳成上身光着 而宋英的衣服 也几乎被全部拉开 白皙光滑的背部 全部落在外面 正紧紧抱着孟艳成 我脑袋嗡的一声 一瞬间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可我听到了 宋英惊叫了一声 将我又从这可怕的梦中 拉了回来 我定定地看着他们两人 孟艳成眼里 闪过一瞬的错愕 似乎要站起来 然而她忘了自己 还被宋英抱着 又坐回到了床上 书童 孟艳成 这是怎么回事 我声音颤抖地打断了她的话 盯着她问道 我的手紧紧掐住了掌心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孟艳成一向洁身自好 而且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不乱搞男女关系 我不相信 她会跟一个秘书在家里做这种事 孟艳成呼吸沉了沉 她刚要开口 宋英却先出声道 云小姐 既然你都看见了 我们也就不瞒着你了 她整个人贴在了她的身上 嗓音软得像一汪水 本来她怕刺激你 不敢告诉你的 但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应该也能理解她 理解 理解什么 我死死盯着他们向天的身体 窒息感铺天盖地而来 为什么 为什么孟艳成还不推开她 为什么她不解释 我看着宋英勾住了她的脖子 在她耳边喝气如蓝 不知道说了什么 孟艳成身体僵直了一下 很快又放松了 她没有推开宋英 也没有看向我 看着她默许的样子 我的心脏 瞬间 好像被一把刀 在寸寸凌迟 细细密密的痛感 涌入四肢百骸 全身的血肉 都仿佛被割裂了一样的疼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呼满了脸 我转身 踉跄着跑了出去 我隐约听到 身后孟艳成 对宋英说了什么 但我已经不敢再去听了 六 我跑出了家门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 熙熙丽丽地想起了雨 踩在尖锐的石子上 我才发现 我没有穿鞋 路上没有带伞的行人 纷纷跑着去避雨 只有我站在雨里 我没有去避雨 这雨水打在我身上 让我感觉 心口没有那么躲得慌 流到口中的眼泪 也变得没有那么咸 只是这雨雾太大 让我的眼前变得模糊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一个路人拦住了我 小姑娘 你是不是没带伞啊 她将手里的伞递给我 我正好多了把伞 送你吧 她顿了顿 雨下得这么大 你早点回家吧 别让喜欢你的人担心了 喜欢我的人 我亲生父母 早就不在了 养父母都在国外 他们对我只能说 不冷不淡 平时也没什么联系 只有孟彦辰 想到她 我的心脏 又猛地抽痛了一下 那个原来我曾以为喜欢我的人 原来只是我的自作多情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喜欢我 我摇了摇头 没有去接这把伞 那路人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是我没有去听 我只感觉到 冰凉的雨水 不断地打落在我的头上 身上 越来越冷的刺骨 还有脚底 早就磨破了 每走一步 脚就更疼一分 我没有停下来 我想让自己 记住这种感觉 越疼 越能记得今天 记得要把梦魇沉忘了 第一 刺耳的声音 从耳畔传来 我下意识转头 见到一道刺目的白光传来 我想要动 可是手脚却还在发软 下一刻 我的身体 便如同断线的风筝 被一下撞了出去 身体重重落在了地上 我听到四周传来尖叫声 但我的耳朵里 却在嗡嗡作响 我艰难地转头 想要去看 可四肢却好像被定住了一样 又疼又骂 我隐约看见 有个熟悉的身影 朝着我奔来 我看见 他蹲下了身子 那张一贯清冷的面孔 此刻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 我动了动唇 便有血从我嘴角流淌下来 我想喊他的名字 可吐出的却只有血 我看见他的唇一张一合 似乎在说什么 但我什么都听不见 大概是我的错觉吧 我的孟艳辰已经是别人的了 他不会出现在这里 更不会对我露出这样的表情 大概是吐血吐得太多了 我感觉胸口一阵阵疼痛 眼皮也支撑不住般地垂下 我好累啊 我想休息一会 我希望醒来 再也不要看见孟艳辰了 七滴 滴 滴 机器的声音传入耳朵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动了动 就感觉手臂针扎了一样的疼 我艰难地转头 看见了脸上正戴着氧气罩 手臂上缠着一圈纱布 还被打了石板和绷带 你醒了 一个女声传来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 看见走过来的人 竟然是宋英 对上他 我的心下意识地一抽 我下意识地扭过头 别找了 孟总不在这儿 宋英道 唇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容 你不会心里还在消想着他吧 他顿了顿 拉长语调 看来还得找医生看一看 话音没落 就听到病房门被推开 宋英立刻闭了嘴 转身看向 拿着手机走进来的男人 这男人的脸很憔悴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金丝眼镜 都遮挡不住他的黑眼圈 看见我醒了 他双眸骤然一亮 书童 你总算醒了 他转头问宋英 什么时候醒的 喊医生了没有 听到医生 我的身体本能地色缩了一下 刚醒 我这要去喊医生呢 宋英刚说 男人就按响了床头的呼唤铃 他按完 低头看向我 那双墨色的毛子里 含了一抹不轻易流露的温柔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张了张口 却没发出声音 他才想起我脸上还有氧气罩没摘 他伸手帮我摘掉了氧气罩 我才护了一口新鲜空气 然后哑着嗓子问道 你是谁 巴 我看见他一下子懵了 片刻 他脸上浮出恶然的神色 你在说什么 我是孟宴辰 孟宴辰 我一字一顿地重复 刚说出来 就一阵咳嗽 孟宴辰立刻起身倒了杯水 又小心地试了一下温度 才小心地浮起我的头 拿了吸管为我喝水 我喝了几口 才感觉肝疼的嗓子好了一点 我咽了咽 才又道 是你装的我吗 孟宴辰的手摸得一颤 差点将我脑袋摔在床上 他将我放平 叮叮地看着我 黑尘的毛子里满是震惊和不敢相信 医生来了 宋英说道 孟宴辰立刻转头看向医生 他起身给医生让开位置 嗓音嘶哑道 医生 他刚才说不认识我了 是不是撞到了脑子 医生拿了探照灯来给我检查 然后才问我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我点点头 云书童 年纪呢 二十三 我流畅地回答 记忆没问题啊 医生疑惑地说 又转头指向孟宴辰 他呢 我看向他 他也看着我 眸中像是笼着一层冰霾 我缓缓摇了摇头 我不认识他 孟宴辰眼底的流光 在一瞬间凝聚浮动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 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才发现 他的嘴唇也是干裂的 像是许久没有进食进水 宋英却已经抢先开了口 他是你哥哥呀 哥哥 我眨眨眼 我原来有哥哥吗 孟宴辰呼吸末的一致 那你呢 你又是谁 我看着他 他娇羞一笑 看了孟宴辰一眼 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 孟宴辰眉头皱得皱了起来 对着他说 这里不需要你了 你回去吧 我先去给云小姐 准备些适合他吃的东西吧 宋英愣了两脑 笑盈盈地拎着包出去 孟宴辰看着我平静的神色 转头看向医生 医生 他怎么会这样 医生帮我做了初步检查 又问了问我一些其他的问题 才转过去跟孟宴辰分析 这还需要照顾脑部CT才能知道 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 暂时可以判断为选择性失忆症 选择性 失忆 就是的 有的患者会因为遭受过打击 大脑自动产生了保护机制 选择性地忘记 令他伤心的人或事 医生解释道 具体要怎么治疗 还是要看后续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 他嘴角扯了扯 看起来似想哭 又想笑 现在还是让患者多休息 我会找人安排脑部CT 医生说完就先离开了 孟宴辰一直盯着我 好一会 他才哑声开口 你还记得爸妈吗 我错了错没 记得呀 那你的同学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有点不耐烦 我只是身体受伤了 又不是脑子坏了 他的表情更加古怪 像是不知度过了多少时间 他才缓缓开口 所以 你什么都记得 只是选择忘记了我 他的眼圈红得可怕 我的身体下意识地缩了一下 却扯通了伤口 疼得我压得叫出伤 他神色一紧 伸手查看我的伤 你没事吧 我忍着痛避开他 你干什么呀 我都受伤了 能不能别动手动脚呢 不是说你是我的哥哥吗 哪有哥哥是这样的 他的动作一下子顿住 好像被什么给打击了一样 整个人目在了原地 孟总 我看 还是先让云小姐好好休息吧 提着饭盒的 宋英推门进来 他盯着我 眼底是掩饰不住的痛快 嘴上却倒 也许休息好了 他就想起来了呢 孟彦辰看着我警惕的神色 好一会才收回手 你吃饭吧 他看着我道 我现在不想吃东西 请你们都给我出去 不要打扰我休闲 我闭上眼 不想再看见他们了 孟总 要不我们先走吧 公司那边 还有很多要紧事等你处理 今天也还有股东大会 要等你主持 宋英的声音过后 半嗓无声 好一会才响起 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紧接着 病房的门被轻轻关上了 我以为他走了 可没过一会 门又被推开 熟悉的脚步声走近 他又在床边坐下 不容忽视的目光 一直落在我身上 我装作没有感觉到 或许是药物起了作用 我很快就沉沉睡去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 孟彦辰就像是没事做一样 天天都在医院陪着我 一开始我还很耐心地告诉他 我真的不记得他了 就算真有这个哥哥 我也没印象了 可他还是不厌其烦地陪着我 跟我说以前的事情 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 一直等到我出院 我还是说 没想起来 关于他的任何事 出院后 我的身体基本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还好撞上我的那辆车司机 急时刹车了 我只是右手被撞的骨折 其他地方 都是不同程度的擦伤 不算很严重 出院以后 孟彦辰叫我带回了家 我告诉他 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住过这里 我想离开 他脸上闪过失落的表情 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说他这段时间 给自己放了长假 会带我到处去走走 兴许可以恢复记忆 我不懂 这个结果不就是他想要的吗 为什么还要我恢复记忆 他执着地带我去了 最有名的罗夫塔 我站在塔顶 从来没有觉得自己 离月亮星星这么近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你跟我说过的话 他问我 我摇摇头 我现在都不记得他 怎么可能记得他说过的话 你以前跟我说 你知道 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他的嗓音低沉磁性 在黑夜里带着蛊惑 我问你什么区别 你告诉我 星星在天上 而你在我心里 我扑斥笑出声 这是什么土味情话 孟彦辰也跟着弯了弯唇 这好像是最近以来 我第一次见他笑 还有你说 我们俩都挺过分的 我过分帅气 你过分着迷 我身子一抖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的天 原来以前我是这样的 好恶心 好坐坐好下头啊 你肯定很苦恼吧 有这么一个变态妹妹 我露出夸张的神色 不 不是这样的 他看我这副模样 似乎哽了一下 好一会才问我 你还是没有恢复一点 关于我的记忆吗 我摇头 他也没有多说 只是第二天 又带我去了别的地方 整整几个月 我们几乎都在各地旅行 我们看了很多地方 他说 这些都是以前 他带我去过的地方 每到一处 他都会只给我看 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但我都告诉他 我完全不记得了 我看着他的眼神 一点点暗淡下去 直到三个月以后 公司打来了一个电话 他才带着我回国 急匆匆地去了一趟公司 我刚到家 还没休息一会 宋英就找上门了 云书彤 我有话想和你说 石他还是那副娇媚的模仿 只是眼底多了一丝阴霾 最近艳成天天陪着你 已经荒废了公司的事务 现在公司内部 对他都很有意见 他顿了顿 而且现在他一心照顾我 也有些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打断了他的话 那你想我怎么样 他没想到我会直截了当地问 挣了下才到 我知道你这几年都在国外 毕业以后也在那里拿到过不错的offer 不如你还回国外工作吧 只要你离开了 艳成的心思自然就会放在其他事情上 他的声音又软化下来 我相信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哥哥不幸福吧 我点点头 语气平静 我知道了 他松了口气 大概是怕孟艳成知道他来找过我 他说完话 就慌张离开了 过了一会 孟艳成回来了 他回来的时候 我正在收东西 他看见我的行李箱 那张一贯冷静的脸 一下子变了色 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打算回国外 我告诉他 之前在国外 有几个不错的企业 想请我回去 我也觉得 留在国外更自在 可你不是说过会永远陪着我的 他嗓音沙哑 手指动了动四十想抓住我 可又克制住了 我摇摇头 我不记得了 我看着他 你该去多陪陪你的女朋友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 我没有女朋友 他笃定道 我醋了醋没 那天那位宋小姐 不就是你女朋友吗 他不是 梦艳沉重复 他的眼底 有浓厚的摸不开的傲慢 他只是我的同事 帮我演过一场戏而已 我的心猛然跳了一下 下一刻 我一开视线 背过了身去 这是你自己的私事 跟我没有关系 我转身要回屋 却听他道 那你能不能再留几天 过几天是你的生日 我已经邀请了我们的朋友 给你庆生 我知道 孟艳沉如果不想我走 会有无数种手段 他是最厉害的商人 跟他谈条件 我没有别的筹码 我答应下来 好 那天开始 我发现 来找孟艳沉的人 换成了一个生面孔的男助理 十一 生日宴当天 孟艳沉给我准备了一套礼服 纯白色的漏肩长裙 意料是光滑的丝边 由高到低的裙摆 如同水银般带着流动的光泽 最重要的是 裙脚特意镶嵌了钻石 星星点点的 如同美丽的沉露 这件裙子 我再熟悉不过了 十八岁那年 我就特意找人 定制了这条裙子 就是为了在生日宴那天 向孟艳沉告白 但那天 他拒绝了我 他说我年纪还小 不懂什么是情爱 错把崇拜和好感 当成了爱情 第二天就 打包送我去了国外 任我在机场 哭得肝肠寸断 也不回头 如今五年过去 他竟是按照我现在的尺码 重新定做了一模一样的裙子 带我去参加他 给我准备的生日宴 我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二十三岁 不是什么大生日 可他却宴请了许多人 将生日宴 开在了室内最大的宴客厅 请了足足两百桌 我到了以后才发现 来得不仅仅有我的同学 他的朋友 竟然还有商界许多知名人士 就是没有见着宋英 一个生日弄得这么隆重 我心里出了惊讶 还隐隐有股说不出的不安 我被主持人安排了流程 在最后出场 主持人先上场说了一堆话 再喊到我的名字后 我才从楼梯上 款款走下来 我被安排在了正中间 我以为介绍一下 就已经是结束了 可下一刻 聚光灯忽然就打在了另一处 我看见站在对面的孟燕辰 孟燕辰今天穿着很正式的深蓝色西装 一丝不苟 依旧带着我第一次攒钱 给他买的那个金丝边眼镜 视线穿过镜片 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手里拿着话筒 今天是我第二次宴请大家来参加书童的生日宴 第一次是在他18岁的时候 那一天 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但是当时的我没有勇气 给予他回应 现在 在他23岁的生日宴上 我请大家来 是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见证 今日我要对他说的话 他精致的脸庞 在头顶灯光的投射下 蕴染出一丝模糊的光影 我看见他唇角微微扬起 眸中倒影出的 全是我的影子 我的心脏 好像在这一刻停止了跳动 我看见他薄唇清起 下一刻 他瞳孔却漠然一缩 竟是丢下话筒 朝着我奔跑来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听到台下传来一阵尖叫 许多人看向我头顶的位置 我下意识地抬头 还什么都未看见 身体就被重重推了一把 脚下的高跟鞋两枪 令我摔坐在了地上 碰 一声剧烈的响动 连带着整个宴会厅 似乎都跟着震动起来 我愣愣地看着倒在吊灯下的梦念尘 金丝边眼镜掉在了一旁 镜片已经碎了 血顺着他的额头流淌下来 沾湿了他半张脸 他看着我的方向 嘴巴张张合合 似乎在说什么 但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什么都听不见 四周的吵闹声 尖叫声 将他的声音全部改变 梦艳辰 怎么会这样 梦艳辰 有个人在台下疯狂地喊 想要冲上来 他的鸭舌帽 被拦住他的工作人员打掉 露出了颂音疯狂的脸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手脚已经不受控制地 朝着梦艳辰爬过去 死死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上也都是血 粘稠地和我的手指 粘在了一起 艳辰 梦艳辰 我嘴唇发抖地喊 我已经听不出 这是不是我自己的声音了 我只记得 我拼命地朝着台下喊 救护车 叫救护车 他的手一直牢牢地抓着我 眼皮却在不断垂落 梦艳辰 你不能睡 听到没有 你不能睡 我朝着他嘶吐 却不敢碰他 梦艳辰动了动嘴角 他这时候 竟然还能笑出来 这张平日里冷峻的面孔 在笑的时候 格外好看 只是血 将他好看的脸庞遮住了 我只能看见 他那双一直看着我的毛子 我还没来得及 也好 你还没记得我 这样 你也不会难过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隐约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就看见他的手从我的手心中 无力地垂落下去 十二日梦艳辰被送进抢救室 已经过了四个小时 我站在外面 脑袋一片空白 手上的血还在 已经变得冰冷 我却一刻也不敢离开 只死死地盯着亮起的红灯 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不知又过了多久 抢救室的门终于被推开 我一下子只起身 因为长久的站立 腿跟着一颤 差点没有站稳 我踉跌着走过去 就看见了被推出来的病床 梦艳辰头上和身上都有包扎 但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甚至胸口都看不到起伏的痕迹 脸上也没有带氧气罩 人静悄悄的 好像已经没有了任何呼吸 我的心一下子坠落进了深渊 我呆呆地看着他被推进一个病房 医生跟着走过去 看见我问道 你是他的家属吗 我鸡蟹地点点头 你跟我过来 登记一下 他说着 转身朝着病房走去 我的双腿 此刻都是麻木的 我迈开脚步 茫茫然地跟着医生走进去 就看护士正拿着一个本子 对着梦艳辰记录着什么 梦艳辰的身上 没有插任何机器 甚至连掉瓶都没有 他这是已经被放弃了吗 现在是在登记什么 死亡吗 我的双手在发抖 牙齿也在发抖 我张了张口 竟挤不出一丝声音 只感觉胸口 像是被巨大的恐惧着重 压得无法喘息 本子放在这里了 护士离开前对我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见 我缓缓走到梦艳辰面前 垂眸看着他 他的脸好苍白 我从未见过他 如此脆弱的模样 从小到大 在我心里 他永远冷静自持 运筹帷幄 好像什么事都不能改变他 打倒他 可现在 他就这样静静躺在这里 不带任何声息 我一下子坐下来 心脏处不断传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 我竭力的不想在这个时候哭出来 可眼泪却还是不由控制地落下 梦艳辰 我张口 声音颤抖地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的手用力握住他冰凉的手 放在了嘴边 好似这样 就可以让他的手有一点热度 你别死 梦艳辰 你别死 你说过要宠我一辈子 我不许你死 求求了 你别死 十三 眼泪不断滴落在他的手上 心脏处的抽痛令我不自觉蜷缩 我低下头 死死抵住他的手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只是想大家都好而已 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 不要哭 断断续续低哑的声音 从床上传来 我身子猛的一阵 豁然抬头 看见床上那张苍白的面孔 缓缓睁开了眼睛 我愣住了 一时没回过神 他却已经伸出手 抹去了我脸上的眼泪 都长大了 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我张了张嘴 嗓子里却好像哽了东西 发不出声 我没事 不用担心 一点都不痛 他撑着身子想坐起来 别乱动 不要牵扯到伤口了 我连忙按住他 没想到 反而按到了他的伤口 血色瞬间在白色的绷带上 渗透开来 一下子刺痛了我的眼 我慌乱地松开手 大力去拍呼唤铃 医生 医生救命 梦彦趁你别死 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 一如既往的沉稳 定住了我的心神 疏疼 别担心 我没事 我停止了疯狂拍呼唤铃的举动 但眼泪开始控制不住地往下落 真的吓死我了 他的脸色好苍白 我从未看过他这样 好像下一秒就会碎掉 一想到他为了救我 差一点就死掉了 我救的心就止不住地悲痛 好像世界都没有了颜色一样 连呼吸都是痛的 他帮我抹掉眼泪 小心翼翼地问 你想起我了吗 我 我还未开口 便听护士拿着吊瓶过来 见我还在 护士猝起眉头 家属怎么还在这里 我刚才不是说了 要你去办理手续吗 他刚才说的是这个 我一下子回神 所以他没事了吗 断了几根肋骨 好在砸的位置有些偏 没有伤到心肺 护士说道 家属嚷嚷 我要给病人打掉瓶了 我赶紧要起身 可孟燕辰 却紧紧抓着我的手臂 不放 悲伤又虔诚 书头 我知错了 你能不能不要放弃我 我看了护士一眼 小声对他道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他的双眼骤然睁大 我说完推开他的手 起身拿着单子去缴费了 我能感觉到 孟燕辰一直盯着我的背影 我却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原来 孟燕辰真的早就喜欢我了 十四 我刚缴完住院的费用 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宋英已经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我赶到看守所的时候 他头发凌乱 面无表情地坐在角落 见到我 他满脸的恨意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盯着他 我明明都已经答应 你要出国了 你答应我有什么用 宋英面容猙獰 短短几日 他的脸都凹陷下去 使得原本美丽的面庞 变得刻薄 就因为你的一句话 孟燕辰把我开除了 我听见他跟父母打电话说什么 后悔当初没有勇敢走出那一步 才害得你出了车祸 现在为了你 他不惜陪上自己的名声和前途 要当众跟你告白 你这个狐狸精 你毁了我的一切 所以 你就想杀了我 我醋梅 就是为了和孟燕辰在一起 是 他死死地盯着我 脸上都是疯狂 我喜欢了他五年 只有我才有资格站在他的旁边 可为什么你一回来 这一切都变了 可你们不是 已经在一起了吗 我说起这个 心头还似有一根刺 说什么五年 我喜欢孟燕辰二十年了 都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在一起了 纵音扯了扯嘴角 眼里满是嘲弄 我倒是也想在一起了 可他对我不过是做戏罢了 只是为了演一出给你看的戏 我呼吸一停 孟燕辰跟宋英在一起 只是演给我看的 他摸着自己的脸 我真不明白 我长得也不错 而且都已经那么主动了 甚至都脱光了在他面前 为什么他就是不心动呢 要不是我说你站在门口 他还想推开我 可是 你跑了之后 他竟然直接就追了出去 连亲都没亲我一口 他一会哭一会笑 像是受了刺激 突然间面容又凝成一团 变得更加猙獰可怖 所以我要杀了你 只有你死了 他的眼里才会有我 他说着 竟一下子站起身 就要朝着我冲过来 还好被两个警察控制住了 我赶紧站起身 看着还被按在椅子上 不断扭动着身躯 疯狂的颂音 云小姐 警察将我送出门 等犯人的罪行判定 我们会再同您联系 我走出警局大门 彻彻底底松了口气 外面风和日丽 一片晴亡 十五 过了半月 梦彦辰的伤 渐渐好起来 出院的前一天晚上 我坐在旁边的休息以上 半梦半醒地陪着他 迷迷糊糊间 我感觉到他的呼吸 近在咫尺 我一睁眼 就对上了他幽深的毛子 怎么了 我调整角度看他 上次我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 他那双一贯冷静 毛子里闪过一抹紧张 却又很快 被他强行压了下去 明天我就要出院了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你的答案吗 我唇角扬了扬 朝着他抬了抬手 你过来 我亲口告诉你 他配合得凑近 我护得低下头 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看着他愣神的表情 我笑眯眯道 都说了 要先亲一口的 孟彦辰正正地看着我 我看他没反应 眨眨眼 哎呀 太久没说情话了 看来功力都退步了 话还没说完 他呼地扣住了我的后脑勺 将我拉紧 加深了这个吻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和他的融合在一起 我闭上眼 任由他于取于求 孟彦辰 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就是我的答案 我听到他去 Explorer 我听到他 我听到他 是安逸 这是我们三个颜色的 后面 对那样 这就是你的那种 我听到你的 我听到你 都对了